很多同学唱这首作品啊 很多同学都忽略了咬字 其实咬字呢 在歌唱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觉得很多同学为什么会忽略呢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哎呀 中国字啊都会 大家是中国人都会唱都会说 对不对啊 不会去过于关注咬字 那么好啊 老师今天就讲一下咬字啊 的重要性 好 这个个 我们在平时说话当中是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是一个是啊 这么多一个汪字架 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个 好 我们戏拆开来啊 个个 最后呢是回到啊 我们归用到呃上 对不对 好 如果你按照平时咬字那样去唱啊 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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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啊 是不是都进到喉咙里了 对不对 整个字就直接 直接进到喉咙里 好 那么我们这个个字 我们稍稍给它归拢一点 为什么要归拢呢 有的同学要问了啊 因为我们歌唱 首先啊 唱的是通道 唱的是整体 对不对啊 唱的是一个通道 所以说呢 你这个歌 你刚刚那样唱啊 直接就出腔体了 那么我们要把字跟音 我们歌唱啊 所有的作品 我们都是要把不同的字 跟音 装进同样的一个歌唱通道 一个腔体里 所以说它难就难在这儿 我们要把每一个不同的原音 不同的辅音 不同的音域都装进腔体 这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 好 先听老师啊 怎么样去啊 老师先犯唱一遍 怎么样去把这个歌歌啊 给它变化一下啊 同学们听一下啊 好 我们先来看啊 这个个子 首先你要打在哪呢 打在我们的上牙堂上 上牙堂是呢 是我们的应误啊 这个地方 好 试着把字打在上面 但是不要出腔体啊 腔体是这样的啊 一 一 就进来了啊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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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狼 圆 这个狼 为什么我画了一个向上的尖筒呢 就是啊 感觉把这个字往上拎起啊 一 一 是 狼 圆 老远 天 天 夫炳